台北股市开春以来反映了欧美股市的情势出现了上冲下息的现象 财政部长张慎和还有金管会主委曾明宗 针对了股市同时都是看好基本面的 他们强调端出了台股扬升方案之后 未来在价量的表现上头都会出现明显回升 财刚坐下就被现场媒体包围 财政部长张慎和受到英国金融时报旗下银行家杂志 评选为2015年亚太区最佳财长 出席财委会强调持续改革决心 如果外界的批评有道理我就接受 那当作鞭策 那外界的肯定我们当作鼓励 我是认为 所以说你认为说 不管外面的评价怎么样 因为财政部的各项改革 大概都是老实讲要面面俱到 面面讨好不容易 面对外界褒贬不一 张慎和 态度没有松动 不动产以及所得税务 将继续进行改革 不过近期希腊传出考虑脱离欧元区 造成欧美股市联动 已经影响台股出现明显震荡 他强调最近成交量大 国安基金目前不会进场护盘 尽管会主委曾明松 也再度对外信心喊话 美股跌了130点 那欧股跌了大概50点到20点之间 跌股是在递减 在减少当中 那早盘雅谷也有少幅的下跌 看这情况今天即使下跌的话 幅度会缩小 我相信会慢慢会去稳定 在明松透露 评估各方意见后 将针对股市交易制度 提出大规模改革方案 乐观交易机能发挥下 台股未来的价量表现 都将出现明显起色 林志远 陈维佑 台北报导